思维决定了财富 我们总埋怨上天不公平 每天那么努力赚钱 还是很穷 认为是时机和运气不够好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因为我们赚钱思维错误 曾经听到一个富人与穷人的故事 到至今记忆犹新 因为写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通病 一个穷人向神灵祷告说 富翁只不过是运气比较好罢了 如果神灵给他跟富翁一样的起点 他也可以成为有钱人 于是神灵满足了他的要求 把一位富翁变得跟他一样一贫如洗 然后各赐予他们一座 一模一样的矿山和开采工具 让他们自谋生路 神灵一年后来看结果 第一天穷人和富人都挥汗如雨地干了一整天活 最后把挖出来的矿卖了五十块钱 穷人当即就拿着这笔钱大吃大喝了一通 而富人只花了五块买了馒头填一下肚子 用剩下的钱又买了一套开采工具 于是第二天 穷人依旧挥汗如雨地挖了五十块钱的矿 用这钱给家里添置了一些东西 而富人以二十五块一天的价格 雇佣了两个人来帮他干活 最后挖了一百块钱的矿 富人什么都没干就得了五十块 又买了一套工具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穷人每天都把赚到的五十吃光用光 所以他看起来依旧很穷 而富人的矿山早已热火朝天 他现在每天都能有大笔金钱入账 已经在盘算着买下第二座矿山 继续扩展生产规模 一年之后 穷人依旧是穷人 而被神灵剥夺了财富的富人 再次变成了跟之前一样的有钱人 上面的故事告诉我们 穷与富 跟运气的关系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赚钱的思维方式 才是最关键的差异所在 赚钱和理财 都是艰难而辛苦的 就像故事里的富翁 在起步之初 不得不咬牙忍耐 度过一段清贫又难熬的日子 但是只要忍过去了 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而贪图眼前的享乐 也是典型的穷人思维 现在线上消费越来越方便 不停地买买买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时的幸福感 带来的却是危机感 最终结果导致财务压力过大 买了一堆没有任何价值的物品 喜欢物质没有错 爱好享乐也没有错 但是想要摆脱穷困 就要首先会克制自己过分的欲望 否则 请不要把自己的财富浪光之后 还酸溜溜地说 比你有钱的人 都只不过是运气比你好而已 既然选择了固守穷人思维 那么所有的后果都请自己受着 不要抱怨收入少 也不要抱怨手头拮据 贫穷要从自身找原因 不要怨天尤人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不断学习 来改变自己的思维 从而改变人生 在营销界 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卖辣椒的人 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这辣椒 辣吗 怎么回答呢 说辣吧 怕辣的人会走 答不辣吧 也许人家喜欢吃辣的 生意还是不成 一天没事 我就站在一个 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 看她怎样解决 这个二律被返的难题 趁着眼前没有买主 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 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 有人要辣的 你就给她说这对事 有人要不辣的 你就给她说那对事 卖辣椒的妇女 对我笑了笑 轻声说 用不着 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 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辣椒辣吗 卖辣椒的妇女 很肯定地告诉她 颜色深的辣 浅的不辣 买主信以为真 挑好付过钱 满意地走了 不一会儿 颜色浅的辣椒 就所剩无几了 又有个买主来了 问的还是那句话 辣椒辣吗 卖辣椒的妇女 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 信口答道 买主就按照她的分类标准 开始挑起来 这轮结果是 长辣椒很快受庆 看着剩下的 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 我心里想 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 当又一个买主问 辣椒辣吗的时候 卖辣椒的妇女 信心十足地回答 硬皮的辣 软皮的不辣 我暗暗佩服 可不是吗 被太阳晒了半天 确实有很多辣椒 因湿水变得软绵绵了 卖辣椒的妇女 卖完辣椒 临走时对我说 你说的那个办法 卖辣椒的人都知道 而我的办法 只有我自己知道 读了莫菲定律才知道 不是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而是你偏要喜欢一个 不喜欢你的人 读了羊皮卷才知道 放弃了爱情的女人 无论她想要做什么 都会成功 读了鬼谷子才知道 你越优秀 恨你的人越多 你越出名 骂你的人就越多 因为你的好 会衬托出很多人的不好 没有恨 没有骂的人 都是庸才 读了狼道才知道 熬得住 出众 熬不住 出局 饺子要煮 人生要熬 读了人性的弱点才知道 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 而改变自己 不然到最后 做不成别人 也找不回自己